近日,在广西南宁街头的广场上,近百名大妈、大爷带着耳机跳舞声广场舞的视频走红网络。 日前,记者前往实地采访,晚上接近八时,记者在现场看到,来赴约跳舞的大妈、大爷陆续到达跳舞现场。 舞队领队杨旭娟便开始使用无线设备连接手机播放音乐。 据杨旭娟介绍,她坚持跳舞已经有九个年头,舞队成立于2011年, 舞队成员基本都是附近居民,舞队从刚开始的几十人,一直发展到现在的121人。 弹起无声广场舞,杨旭娟表示,因为跳舞音乐外放,舞队与居民闹过多次矛盾,最严重时曾被居民从楼上泼水。 当我们放音乐的时候,声音过大的时候,就存在着扰民的问题。 如果我们音乐放得太小,根本也听不见。 所以说,周围的邻居对我们也有些投诉。 今年5月,杨旭娟等队员决定彻底解决扰民这个问题,并提出购买无线电发射器,无线耳机,实行无声广场舞。 这一决定得到舞队成员的支持。 我们这些老年人还想锻炼身体,所以在这种前提下,我们还要继续在这块场地跳舞。 我们大家一商议,我们决定静音广场舞。 既不扰民,我们还得到了锻炼,两全其美吧。 对于静音跳舞的提议,大爷大妈们也曾有过顾虑,一方面担心技术上能否解决同步听歌的问题,另一方面则担心戴耳机会不会影响耳朵健康。 没想到,静音模式一时行,大家都很满意。 一开始的时候吧,感觉着戴上好像这个耳朵很难受,但是习惯了还挺好,也不惹人。 周围群众原来的时候一直提意见,为了这个场地总是跟我们闹纠纷。 现在一切问题都解决了,我们很高兴。 静音以后,现在我们感到安心了,跳起来也放心了。 这个也不需要过两天,咱们队长就说,人家都又投诉了,我们大家要怎么样怎么样,应该说我感到挺好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 点数字幕 点数字幕 点数字幕。